包刀手偷偷单元 我们来看看台南的古迹赤坎楼 手语有什么学问呢 赤坎楼是笔陈旧加上投射灯的手语 以前赤坎楼是这样笔的 这个笔法是怎么来的呢 赤坎楼是陈旧有历史的古迹 所以又打上投射灯名画 手语就用陈旧投射灯来描述这个地方 赤坎楼这个手语也有另外一个笔法 是比陈旧手摇一摇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赤坎楼是荷兰人所见 所以最后这个动作就代表荷兰的风车 而现在的年轻人 赤坎楼的笔法比较多是笔红色加上庙 或者是笔红楼 不同的笔法提供您做一个参考